我再簡單介紹法人神聖淨查經法 原因是神給我的指示和教導 是非常好的一個教導 當我用這個教導處理生命和思想聖經的時候 是每次都得力的 當我記得聖經裡面所有任何講到神的作為 我都會想到神如何出於愛去幫我們 神出於愛去祝福我們 他如何看重每一個人 如何跟人相處的時候會關心 譬如薩哥在樹上 他會叫他下來 薩哥是非常開心的 因為他會認識他的名字 他會專注到他這個人的需要 又叫他下來我今天去他家吃飯 有些人會覺得奇怪 為何耶穌自己說自己請自己去他家吃飯 但在他來說他是一個不被接納的人 耶穌如此受歡迎 居然說去他家吃飯的壽 薩哥是會非常開心被看重的 耶穌就會來到每一個人身上 來到每一個人的面前去怎樣愛周圍的人 例如那個核子 盲眼的人叫他不要喊 但耶穌說叫他來 也就是說 耶穌會看到這個人的需要 會有一種憐憫的心 我就將這些意念 神如何愛我們 看重每一個人 經常放在我身上 經常會告訴自己 神就來到我面前 祝福我 關心我 愛我 提升我 使用我 雖然我有軟弱 有犯過罪 但耶穌是很歡喜 見到我認罪 求耶穌赦臉 祂是很歡喜的 當我願意毁身的時候 神是極度的歡喜 祂會提升我 當我用這樣的角度 看生命 看聖經 看神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做人很輕鬆 前面有困難 不用擔心 因為神一定會幫的 好像跟Iranjil釋放一樣 是很困難 但是 神一定會幫的 一定會搞定的 所以我就告訴他們 你放心 有信心 是不需要趕邪靈這麼辛苦 為什麼不需要這麼辛苦 因為有時候 有些人趕邪靈好像趕著趕著趕著 只用一個方法就是趕 那人就很辛苦 但當我們說 其實耶穌已經得勝 耶穌是很愛你很疼你的 你相信 魔鬼沒有權命留在你身上 你就放鬆 吹他出來 然後吹他出來 那人就鬆了 即是看到耶穌很真實 我們不需要這麼怕魔鬼的力量 也不需要怕任何困難 所以這個查經法 不是單是一個查經法 是一個對生命的看法 對神的看法 對整本聖經 看任何經文 當我一邊聽的時候 當我看的時候 我就會一邊想到 神的愛 神的恩典 神的能力 神對我們有心 心就很鬆 所以希望 每一次看的時候 我們都會想到 神的恩典 用神的角度看就會很不同 用神的角度看 生命都很不同 用人的角度看 前面很難很難 很難搞 很困難 例如我幫很多人都說 很絕望 很困難 但是神真的會幫我們 神真的會施恩 所以當我們用神的角度看的時候 沒有問題的 一定可以得性的 一定可以 這些困難一定可以處理到的 這樣的時候就會輕鬆 其實聖經是充滿神的作為 但是很多時候 人只是用人的角度看 就是說 譬如這個經文 講到彼得 就說 彼得他覺得自己是罪人 於是苦苦在耶穌面前 然後耶穌就說 你興起你了 我大力使用你 將來你要得日如得如 那就用人的角度看 但用神的角度看 是不同的 就是會用神的角度看見彼得的時候 神是憐憫他 神是愛他 並且有一個計劃 要怎樣大大的興起他 祝福他 用神的角度是不同的 我們現在會看這個經文 就是用神的角度看 大家試試回家的時候 一邊看聖經 都是用神的角度看 用神的角度看任何的東西 或者有什麼困難 例如你剛剛被人罵完 那你就沒所謂 其實他罵我 其實他比我慘 但我就連率他 因為他受過傷害 所以他會罵我 他會發脾氣 但其實他慘我 因為他罵一個基督徒 就是罵耶穌 因為我們人的辱罵 是落在基督的身上的 所以他慘我 所以我們就會連率他 就會為他祈禱 會知道他其實都被人罵過很多 所以他會罵人 很想用愛對他 以至他會被感動 會改變 以至他不會用罵的方法 用平和的方法去處理事情 因為他被這個世人欺騙了 於是我的心就連率他 因為很多人欺騙了 就覺得罵人是有效的 有問題是要罵的 其實是不需要罵的 是說出來處理就可以了 我們一起讀 就是用人的角度和神的角度是不同的 人的角度被人傷害完 你要說 不要緊的 他傷害不了的 那些罵的聲音 就在空氣中震盪 一會兒而已 沒有東西我不用放在心上 就不要緊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對於什麼傷害 都不會看得那麼重 我們看得不重的時候 我們的心就會輕散 還有看得神是疼我的 看著我的 陪著我的 現在很想興起我的 我們就會有信心 《勞鑑方》五章七至十一 一起讀 然後招呼那隻船上同門來幫助 他們就來把魚 裝回了兩隻船 甚至船要沉下去 西門比得看見 就虎虎在耶穌室前說 主眼離開我 我是個罪人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 都驚啞者往所打的羽 他的火盟西面在兒子雅各 若寒也是者有 耶穌對西門說 不要怕 從今以後 你要得人 你要得人 首先就是 彼得和同伴打魚 但整晚都打不到 耶穌叫他 撒往另一邊 接著捉到很多魚 這個第一 就是神的神跡 神叫的魚 一聲就來了 我一撒下去 就撒到了 這個是什麼呢 是神的供應 和他的能力 在人來說 是很困難 我們當中 有人有經濟困難 就覺得很困難 但是神 要行一個神跡 他就會叫一些 你需要的東西 隨便走過來 神有這個能力 並且神是會定義祝福 跟從他的人 神其實祝福世上所有的人 因為他用日頭照好人 亦都照打人 降予給好人 亦都降予給惡人 雖然神給所有人都有恩典 但是神給信靠的人 是特別多恩典的 聖經講到 天理地何等又高 祂的慈愛向敬畏 祂的人亦都何等又大 所以祂就會將恩典 賜給信靠祂的人 先求祂的國和祂的一切 要加給我們的 你要信心 你真的去走 神就會祝福你的 其實我是出生一個很貧窮的家庭 是很窮的 小時候吃飯煲米 吃過 吃豉油拌飯 吃過很多的 但是當我一信主 我就學到 聽到十一奉獻 我就開始十一奉獻 然後神就為我開路 給我很多機會 讀書學習不同的東西 這個是神給我們的 神會為我們開路 你只要你的心給耶穌 神會為我們開路 這裡看到 神定義祝福 你跟自己說 神定義祝福我的 神定義祝福我的 神的恩典 響響的聲音走過來 神的恩典響的聲音走過來 神真的會施恩祝福我們 當我們有這個信心 和七的神的心 那些恩典響響的聲音來 你用回這個經文 來提醒自己 神的恩典會跟著來 有些人說 希望快點 又不會這麼快 但是 起碼你今天也有飯吃 你現在有飯吃 你就感謝神 你就放心 因為有時候 我們就擔心 下一年之後 我們的經濟是怎樣 以現在的方向下去 反而不行 耶穌就說 一天的蘭豬 一天當就夠了 明天只有明天的憂慮 你不要想明天 你今天有得吃 你感謝神 哈利路亞 然後當你這樣信靠神 神就會繼續祝福你 今天有得吃嗎 你們 個個都有 肥肥白白 你們都是肥肥白白 所以 所以 不需要擔心魚 那些 那些魚 甚至裝到兩隻船都滿了 所以 有神的同在 自然 人就會被更新 被改變 那這就是 捉魚 捉了很多魚 當我們 走神的路 我們就有能力 祝福很多人了 有能力去 將 好像這些魚 捕魚 所以捕魚這個代表是傳福音 還有 希臘文 這也是神的恩典 神的工作 聖經很多時候用魚 這個字 在希臘文 就是 Echthus 就是什麼字 第一個 好像英文 I 它就是 在英文來說 就是 Jesus Iesus 第一個 第二個 He 就是第二個字母 就是 Christ 基督 然後 Theos 就是神 然後 Vios Yu 就是 子 神的子 耶穌基督神的子 然後 最後 S 就是 Savior 那就是 耶穌基督神的子 救主 就是 Echthus 這個是希臘文的字 這個字 怎麼來呢 我覺得神感動 某一個人 當他發明這個希臘文的字 的時候 他就用完這些字母 然後到後來 基督徒就發現 Echthus 就是剛剛講到 耶穌基督神的兒子 和救主 而耶穌 說的比喻 比喻的神跡 都是經常有餘的 這個 就是說 語言都是神的計劃 其實包括中國人 你知不知道 有很多中國文字 都是顯出神的一年 有一本書 特別研究 你上網都可以找到的 這些 有些資料的 譬如一些 可以讓大家聽到的 大家可以明白的 就是因為 其實中國人都是由 羅雅來的 有很多人說 中國人以前沒有聽到耶穌 其實都是由羅雅來的 他三個兒子 就分成世界的萬族 所以中國人的字 都會表達出一些 在聖經裡面的字眼 譬如船就是個舟 然後打者就是打八口 舟有八個人 裡面八個人 就是羅雅和他三個兒子 四個人 加上他們每人一個太太 就是八個人 就是八個兒子 在魔字 魔鬼 就是在樹林 有個鬼在下面 就是在伊甸園 貪婪就是樹林 下面有個女兒 就是夏娃看著樹林 看著那棵樹 他就貪婪了 他就貪心了 還有這個二字 就是羊 下面有個我 就是耶穌的羊 神的羔羊 他們那時候是獻祭 獻羊 遮蓋著我 就是他把聖經裡面的一些觀念 以前的古字 就是中國人的祖先 其實是認識這個神的 其實中國人也有說到 有個洪水 天又開了 穿了洞 創世紀都是這樣說的 然後聖經就說到 神指著這個洪水過後 就擺了個天虹 而中國人的傳說 就是將它轉了一點 就說 呂摩士製造了個五色石 就是補青天 他煉石補青天 就是用五色石 五色石就好像這個天虹 所以那個故事 因為人就會把那些故事改 就把它改了 但是都是有回原來 其中一些的部分 有很多人研究 發覺全世界幾百處的古老文化 都有一些聖經裏面的一些記載 聖經裏面的記載 最完整的就是聖經 由其他每一個民族 有些古文化 全部有些少 有一部分也都有方舟的 就給我們看得到 其實全世界的古老文化 都是由亞當和羅雅出來的 他們都有 即是將這個 起初聖經所說的事情 是記載它的最古老文化 而所有都是一部分 因為它加上自己的故事 有聖經是完整 即是代表聖經就是那個真正的來源 然後每一個民眾 就拿到其中的部分 那這個也是一個 聖經額外的一個證據 所以這個incluous 這個字 也是一個希臘文的字 就看到神的工作在其中 好了 接著呢 彼得就苦福了 主啊 離開我我市的罪人 但我們看的時候就會覺得 彼得 看到耶穌的神跡 他就覺得耶穌不是一個普通人 他當然是神所派來的 先知或者是舊主 其實他後來講得出 他是基督 永生神的兒子 在當時來講 他覺得他很特別 即是很大可能 他覺得他是基督 那麼他就會有這種聲音說出來 哇 主啊離開我 其實他稱呼主啊 即是說 其實他知道他是基督 他就是主啊離開我 我是一個罪人 他有這個心 我是一個罪人 我們很多時候 人就會覺得 他就 因為看到自己的罪 又看到耶穌的神跡 於是他就會這樣講 但其實這件事是神的作為 聖經講到 人悔改 神將悔改 似悲以色列人 就是人悔改 是神的工作 即是說 當這個神跡發生的時候 神的靈在彼得身上做功 就會感動他 他就知道我真是一個罪人 他就苦服在那裡 但其實這個過程 是神將他的心改變 神將他的心改變 讓他知道他的罪 讓他有一個悔改的心 於是他就有悔改的心 這個就是神的作為 大家有沒有試過 當我們犯罪的時候 神走到做功 走到感動我們 這個是神的恩典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 我們就會一直沉淪下去 或者當你煩惱 經常都煩惱的時候 神都會跟你說話 神告訴你 你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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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信到耶穌之後 我們軟弱 神都會叫我們回來 都是神的聲音 所以你就說 神要多謝你 這個聲音就代表 神有一種憐憫 神在夜間警戒我 在大衛說到 神是警戒他 提醒他 這個是恩典 以得我們沉淪 我們就想回 神幾多次跟我們說話 真是無限的次數 我們的心就感謝神 神是一位說話的神 是一位感動我們的神 神用柔和的聲音 去感動我們回到他 他不像人 人就會罵到你懵 人會記得你的不好的事 經常都會提醒 但是神就是一個憐憫的心 然後他覺得自己不配 但耶穌的答案是很特別的 不要拍 從今以後你要得人 在另外的福音書裡 就說到你要得人如得如 就是看得到耶穌 他明明是犯罪 明明是一個罪人 來的 耶穌照的可以罵他的 就是告訴他 我告訴你你有什麼罪 我告訴你你有什麼罪 你知道神有很多恩怨 不過你經常都是犯罪 就是耶穌可以這樣跟他說 但耶穌就是說不用怕 你看到你自己有很多罪 但是不用怕 你不要想得那麼重 神也都今天跟我們說 我們有罪 如果罪不得赦免是很嚴重的 但是當我們悔改 是不用怕的 我們一起說 當我們悔改的時候 是不用怕的 神是去歡喜赦免我們的罪的 其實有很多人跟我說 牧師我真的經常犯罪 他說你經常犯罪有什麼出奇呢 神給我的意念 因為太多人跟我說 我跟神聊天的時候 神就跟我說 其實人們犯罪一點都不出奇 因為我見慣罪人 個個都是罪人 我都沒見過一個沒有罪的 所以一點都不出奇 但是他一悔改 我就很出奇 很驚奇 真的好 所以你有罪不出奇 神是很接納我們有罪 他很知道個個都有罪 但有一個悔改 他就很歡喜 所以神就跟我們說 你不用怕 你不要經常想著這些罪 不要不斷控訴自己 神就是一個這樣的神 但是人不是的 人是怎樣 我們對比 人的反面是怎樣 你上次都犯過 你今次又犯 你什麼時候才不要再犯 你什麼時候才知道悔改 人就會這樣說話 但是神就不是的 神就是無條件的赦罪 神的赦罪很不同於人的 如果你真的得罪一個人 如果是大件事 譬如你令到一個人損失了很多錢 就算他真的原諒你 你下一次又令到他損失了些錢 他就會說 你上次已經令到我損失了很多錢 今次又來過 你什麼時候停下 人就會這樣 但是神的赦罪 我形容神給我一個意念很簡單 神的赦罪好像啪燈 啪電燈 你一啪就啪燈 除非他壞了 你一求耶穌射臉 他就立刻啪燈 就開了燈 立刻就射臉 神的赦罪是不會有的那麼多猶疑 我一起說 神的赦罪是不會有的那麼多猶疑 神的接納也沒有任何的猶疑 這一句是神對給我的 很多時候 神給我很多教導的意念 神的赦罪和神的接納是沒有猶疑 有時候有很多人 經常都覺得 我不配的 我不行的 有沒有聽過這句說話 我想有些人都自己說 我不行的 我做不到的 但是神會毫無猶疑告訴你 我是可以興起你的 你可以得人如得如一樣 神可以興起我們 當你深信神的聖情 你就不用那麼多擔心 神的聖情很簡單 他照足他的聖情去做 我們一起跟我說 神照足他的聖情去做 但他的聖情是甚麼 他照足他的愛 他不會有保留 不會有改變 總之你來到他面前 他就永遠愛你 就算你未來 他都愛你 他不會找你 神也都是卸罪 但神也都是聖結 但是當你犯罪 你悔改 求耶穌射臉你 他就會必定卸臉你 他就必定去提升你 神是永遠照着他的聖情去做 只要你跟從他的方法 你信靠、親近、遵從他 你有罪悔改 耶穌一定射臉 是必定的 一起說 我們悔改認罪的時候 神必定射臉 是毫無猶疑 毫無猶疑 他是肯定的 好像拍燈一樣 立刻射臉的 所以你不需要跪到膝頭痛 然後神才射臉你 當你悔改 神就立刻射臉你 我不是代表我們不要有痛悔 我們為什麼有痛悔 但是你痛悔的時候 你不要繼續射臉自己 有沒有試過射臉自己 一路射一路射 很辛苦 這個是人間的痛苦之一 也是基督徒的痛苦 很多基督徒就是因為 經常射臉自己 所以很痛苦 但是神不想你射臉自己 神想你怎樣 神想你 耶穌射給我 這麼好 就是這麼簡單 耶穌就是完全的接立 完全的射臉 所以不用怕 其實這句說話 你有什麼做不到 記住這句說話 不用怕 不要怕 不用怕 不用怕 不用亂 完全不用擔心 不用憂慮 耶穌射 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很多人就說 我不行了 我得不到 但是神給你能力 你就有能力 祝福人 尤其是有聖年充滿 當你為人祈禱 你發覺人就會改變 將來你有機會 都會為人趕邪靈 我第一次趕邪靈的時候 我都不在家 不懂得怎樣修科 因為 即是趕到一些 但是未曾修科 但慢慢你奪學 其實你聽到我分享多 我們分享多 你就知道其實方法就是 他繼續處理生命 不要回去再吵架 兩個合作 不要吵架 在家裡 這樣兩個都會好的 跟從神 相信神的我 一有邪靈 立刻深信 祂絕對沒有權留在這裏 這個也是應用在趕邪靈的 祂絕對沒有權留在這裏 一起說 祂絕對沒有權留在這裏 所以不用錢 不用一邊說一邊說 就會很辛苦的 根本祂沒有權留在這裏 即是一個賊佬 警察現在叫他走 那賊佬不能說 我不走 但是魔鬼是會死前難打 還有魔鬼會說謊 其實當我們為祂祈禱的時候 祂是死前難打 以及不斷控訴 祂還說一些很差的說話 我會攻擊你的教會 我會攻擊那些基督徒 這樣的說法 這就是魔鬼的說話 但是我們是一點都不用怕祂的 魔鬼是完全沒有權兵的 所以這句說話 不要怕 並且我們要從今以後得人 Hallelujah 好了 當我們總括這次的經文 當你記住神的恩典和作為的時候 你就會很不同 就是怎樣呢 神是供應的神 你只要信靠祂 祂為你開路 我們不需要用人的方法 你就來到耶穌 我知道你是愛我 我知道你疼我 我知道你關心我的事 多於我關心我的事 當你這樣相信的時候 還有你跟從神 走神的路 神就會供應你的 還有我們基督徒都應該學習幫助人 當你見到人有需要 你可以幫的 你就去幫 當然你也看這個人的心 即是說有些人是欺騙 或者有些人是沒有誠實跟從主的 你就想幫他跟從主 然後你幫助 在你能力範圍之內 你幫助 神是喜悅的 當你見到人需要的時候 你幫助他 神是喜悅的 神是供應的 神 神也都感動我們之罪的 所以我們疏遠神的時候 神會拉你回頭 我試過有一次 我見到一個人 以前在我們團契 他就沒有回教會 我問他 我問他 你現在不回教會 還沒有覺得內疚 他說初頭有 不過現在沒有 我聽完我跟他說 這樣就很危險 因為你已經失去了聖靈的感動 當我們趁著人 患有聖靈的感動的時候 我們要回應神 就免得將來失去了神的感動 那時候就 就是和神隔開了 但是你悔改 神也會給你機會 但是我們不要 不要緊的 一直犯罪下去 不要緊的 千萬不要這麼想 因為聖靈有警告的 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是可以有非常嚴重的後果的 還有耶穌永遠都說 不要怕 不用怕 就算你不行 永遠都說 神說不要怕 還有 神是會興起我們的 我們自己一起去宣告 神會供應我需要的 神會供應我需要的 神會將很豐盛的一次給我 神會將很豐盛的一次給我 神會感動我悔改 神會感動我悔改 神會經常在我心裡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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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應神 神就祝福我 我回應神 神就祝福我 神跟我說說話 是出於祂的愛 神會感動我 神會感動我 會把我拉回頭 他感動我 我就回應神 放下一些擔心 放下一些罪 神又對我說 不用怕的 神又要是說 沒有就怕 沒有有怕 什麼事都不用怕 靠耶稣必能得性的 我们会得人的 我们会得人如得如的 我们的生命会有果效 我们会祝福很多人的 你发觉每一句说话 你都可以用心在里面去思考的 好了我们又再看另一个经文 六版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士悲劝你们 将身体现象 当作活祭是圣结的 是神所起的的 你们如此事述 乃是理所当然的 非有效法者的世界 只要心意根深而变化 叫你们察现何为 神的善良顺全 可起于的旨言 首先第一 最重要的部分 这个经文最重要的 就是说到神的善良顺全 可起于的旨言 就是神的旨意是非常之美好的 反面先了 很多人对于神的旨意有些惧怕 他们不敢祈祷神 你呼召我做什么呢 因为怕着神要他去非洲 或者神要他做一些 做一个贫穷的传道人 他就很害怕了 有些人很害怕是贫穷 其实神是会祝福的 神是会帮助我们的 所以相信神的旨意是最美好的 这要说到多美好呢 人有些是怕 因为为什么有些怕呢 因为觉得 有时 比如中国也有说 父母之名 梅卓之言 就是他们说的 很多时候 中国古代的故事 都是说的 有时未必安排这么好的婚姻 就觉得 父母安排的婚姻 不是这么好 于是 就放在神的身上 就觉得 神未必将最好的给我们 这个是真的 是真的冤枉神 还有呢 觉得神好像后母那样的 看到神是很刻薄人的 不肯将好东西给人的 但其实神是真的很好 神是将最好的给我们的 就是我自己的出生 应该的结局不是这样 但是神就会给我很多的恩典 那譬如呢 我自己 其中一样 我小时候的经历 其实不同的经历 都看到神的恩典 我大约十几岁的时候 我踩过老鼠尾 在狠狠的地方被他咬了一口 本来应该死的 但是又没有死到 我感谢神 就是神的恩典 当我会考成绩 未出的时候 我会考的时候 恒生银行那时候 来我们学校 就招员工 我们有二十个人去报名考 当时来说恒生银行 那个入息是比较好的 考了两个 就是我 其中一个 就有另一个同学 就去做 那是应该是很好的 但当成绩好的时候 我成绩出了 会考成绩出了 那我就发觉 是可以回原校读 form 6 那我就没有出声 就立刻辞职 跟着回去读书 如果我出声的时候 可能我没有机会回去读书 那我前面的路 就跟现在完全不同 但在我未信耶稣之前 神已经在那时 为我铺路云 让我能够读书 以至我后来 有机会一直升学 以至今天可以做到牧师 都是神在昔日的 这些预备 就是说神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这个计划有多好呢 是善良的 是很良善的 不是邪恶的 不是整理的 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 试过做些什么呢 找一个劫子 劫在猫耳朵里 哇 他立刻发疯了 小孩那时候 做过了 但是神会将一个劫子 劫在你的耳朵里 看看你有多 看看你会怎么样 神计划的尽 都是善良的 是美善的 是非常好的 是顺全的 是完美的 是一个完美的计划 还有是可喜悦的 是谁是喜悦的 是神喜悦 还有人都喜悦的 你现在看到我生命 有没有喜悦的感觉 有啊 就是人都会喜悦的 你走起整个路都是喜悦的 但是有些人说 为什么我走不到这条路呢 这里讲到有三个原因 为什么有些人走不到这条路 走到这条路呢 有三个因素 第一是什么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第二 不要效法者的世界 第三呢 生意更生而恋发 我们续续看 这些都是说到我们做什么了 都是属于戒命的范围 不过凡义圣经的戒命 神自己先做了的 将身体献上 神做了什么呢 祂自己献上祂的生命 为我们死啦 为我们承担罪 承担咒作啦 除了之外还有什么呢 祂将什么献上呢 祂将祂的时间献上给我们 其实神是绝对可以 在天上睡眼觉的 祂说我已经 耶稣已经为你死了 我将圣经给你 你照着跟着去做就行的 你就上到天堂 神可以睡觉的 神可以 你不用祈祷了 总之你自己搞定 我就睡觉 我都没有空 你祈祷了 我没有空 帮你 神可以这样的 但神是喜欢 跟我们有个密切关系 圣经神要说到怎么样呢 祂恋爱我们 以至于质道 爱我们会到质道 很想跟我们有密切关系 祂因我们欢恩喜乐 默而爱我们 且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祂将我们的生命 给我们 祂不仅要为我们死 祂还将祂的时间 祂的心机 祂全部放在我们 每一个人生命中 我们一起说 神将祂的时间 和心机 放在我身上 神将祂自己献上给我 耶稣将祂自己的生命 献上给我 是不是很宝贵 神将祂的生命 和祂的心机 祂的时间都给了我 当你今天这样想的时候 你还会怀疑神的爱呢 但很多人都是怀疑的 其实我们经历到神的作为 听到这些见证 如何神的释放 我们知道神是好 就算下一次再有困难 就不要说 这次神不知道帮不帮我 不要这样想 这个就是冤枉神 就是好像你想像 你一个父母很好的 整天都什么都帮你的 今次你有困难 你又说 今次我父母都不帮我的了 我又做得不好 他也是不帮我 有些人会这样的 会冤枉父母 但冤枉神 神根本整天都对我们好的 那我们就不要冤枉他 一起说 我们不要冤枉我们的神 神想自己献上祂的生命 他的时间心机都放在我们身上 而且去到天堂 他会不会休息 来到天堂了 他会继续不断感动你 你去到天堂 不断可以享受神的爱 神的喜乐 是否真的好 我们的神那些献上的程度 是否非常高度 是极高度的 所以当我们献上 我们的生命算了什么呢 其实我们献上的时候 是不是全部都献上了 周时很多脱漏 献上的时候 很多时候又不听话 又埋怨 又退缩 又怕 又不肯 又会加上埋怨 传了风音他都不听 有没有搞错 这个人都是不行的 我们有时候会生气他 那些人不信 我们又会排斥他 没有耐性 这个人帮来帮来都是这样的 就是献上了 我们的献上是很不相同的 如果人的反面来自 但是神的恩典 他的献上真的非常大 当我们这样做 是当作活祭 献上给神 是活着的祭物 耶稣也是活着的祭物 耶稣 他将生命献上给我们 他又活着的 是圣洁的 就是说我们这样献上的时候 神看我们为圣洁 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圣洁的 神可以注目在我们的脱漏 他可以说 你将这些献上是活祭 是圣洁的 不过也会经常会有些脱漏的 神可以这样说的 但是神就会在我们以前读神学的时候 都会说到一件事 就是我们的罪 带着罪污 声音有说到的 我们的义 好像污蔚的衣服 是事实带着罪污的 我们一路祈祷 有时候有没有担心的 有时候你有祈祷神 恭喜我 但你有时候就会想 都不知道会不会公认 我们就会担心的 我们一路传呼 一路帮人 就会有不耐烦的 我们的所有的义行 都带着罪污的 所以我们就不能夸耀 我们在神面前悔改 求神赦免 但神就赦免和 接立为圣洁 我一起说 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污 接立我们的义行 为圣洁的 为可起业的 神起业的 神会笑的 我们其实神是笑的 因为我们世上有些人不是很笑的 不过来得多 应该笑得多一点的 有些人是不笑的 我小时候都是不笑的 因为很多人 很多时候被人拿 但我们的神是笑的 是欢喜的 是喜悦的 所以很开心 你献上神就欢喜的 我们献上给神用 我们献上奉献 神都很开心的 我们如此事奉乃 是理所当然的 是必然的 应该的 但是神 他是不是一定要为我们死呢 神不是一定要为我们死 耶稣不是一定要为我们死 但是耶稣都选择 他为我们死的 然后呢 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反面例子 这个世界是充满什么的 充满罪 还有些什么呢 自私 有些什么呢 有很多有话 很多污蔑 你看这些广告通常有什么 吸引人的 色情 暴力 享受 拥有 自己作主 全部都是满足人的内心 这个世界就是充满这些 所以很多人在罪恶里面 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 他有没有受世界的引誘 就是他有没有遇见世界的引誘 有 魔鬼就将引誘给他 是不是魔鬼只是引誘他三次 不止的 那些人又请他做王 其实 那些法律创人经常攻击他的 其实魔鬼的控诉是不止 那三次的 魔鬼是不断的控诉 但是耶稣是完全没有给魔鬼留地 当他察觉到 比特说 主下千万不要去 那他立刻察觉到什么 他可能 他如果按照人意 就会说 好了 那我就不去 你既然留得我 那我不去了 但是耶稣立刻察觉到什么 这个出于撒旦的 他立刻知道 撒旦退马后天去吧 所以耶稣是完全没有效法这个世界 他是和这个世界是为敌的 但是他比我们这个世界更加好 他比我们是很好的世界 今生似乎很多困难 但是其实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 可不可以有一种享受呢 可以 所以我们不效法外面的世界 我们可以有里面的世界 我们可以外面被人打 被人迫白 但是里面的世界可以怎么样 基督徒可以有一种 心里面可以有什么呢 有喜乐 有平安 有圣灵的充满 因为每一次你亲近神 当你有圣灵充满 一想到耶稣 神的起来就涌流 所以我们可以有里面的世界 而这个世界很漂亮的 就和这位姐妹要释放的时候很不同 他里面以前的世界就被捆锁 但是我现在里面的世界很自由 但是我告诉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都是有一些压抑的 但是我当我经历四年充满 一路松一路松一路松 一路松一路松到现在了 一放松 立刻就起来涌流 你都可以的 所以我们不要效果这个 这个控制性的世界 我们是进入一个释放的世界 享受的世界 一个享受的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个世界人的心意是怎样的 人的反面 都是自私 罪恶 贪心 利用人 但是神的 神的更新生命 你就看到基督徒很愿意放弃自己 而神是怎样的呢 我们每一样都想到神 神的心意真的全部都是祝福的 是吧 他永远都是祝福 永远都是接立 永远都是正面 他不会说你坏啊 所以我不要你 他永远都是要我们 永远都找我们 永远都爱我们 是不是非常美好 神真的很可爱 有时候我们想到可爱 就想到 那些小女孩 那些小朋友 我们就说很可爱 很多时候 未必用可爱来形容神 但是神真的极度可爱 他真的完全是美善 尽多是祝福 当我们看这个经文 神的旨意是最好的 给每一个人都最好 你告诉自己 神给我计划 给我旨意 是非常美好 是很善良的 是祝福的 是完全的 人的计划是脱漏的 但是神的计划是完全的 人的计划很多时候 做不到的 但是神的计划是做到的 神定意做的 一定做得到的 还有可喜悦的 你会开心的 而我们可以将生意献上 耶稣就是怎样呢 将祂的身体献上 并且将祂的什么献上 祂的时间 但心机计划在我们身上的 而且神接纳我们将生意献上 而且神是不效法这个世界 但给我们一个新的世界 在我们里面 并且将来到新天新地 就很开心了 在那里充满喜乐 还有有一个新的心意 神给我们新的心意 当你这样看的时候 每个经文都很丰富 所以当我神给我这个启示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神多谢你 让我用神的眼光看 真的让人都好美好 让人看到生命都美好 虽然有困难 但是神一定定意 所以我们求主帮我们 不要容许这些负面的思想传流 不要负面的埋怨 人的声音传流 又让神的恩典传流 神的心都承认 我们一起祈祷 哈利亚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因为你真的很美善 主耶稣 你真的很美善 你在我们生命中 有奇妙的计划 你定意祝福我们 你定意大大的使用我们 你现在有一个善良 纯全的 完美的 可喜悦的子 这个子是非常可喜悦的 你自己首先将生命献上 叫我们将生命献上 当我们献上的时候 你是欢喜的 是圣结的 是神所喜悦的 主耶 你帮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 而进入一个神的世界里面 充满神的爱 神的恩典 叫我们心意更生而变化 叫我们活在神的爱中身 我们真的看到神 你真是美好的 我们看到你怎样感动彼得 会悔改 你感动他会悔改 你又感动他 你又感动他 又知道耶稣所说的说话 他要得人如得如 不用怕 主耶 我们真的看到圣经的说话 充满着恩典 充满着爱 我们可以走在神的恩典里面 每日充满力量 我们每日拿到任何恩典 我们都要多谢神 哈利亚 多谢神 我们有的恩典 神会继续给我的 哈利亚 我们有耶稣真好 我们有耶稣真好 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真好 多谢耶稣 你将那么多恩典给我们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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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例子对比 也有人的正面 例子 看到人真的可以跟同神 是非常美好的 并且在你熟习之后 我希望你传开 将这个教导传开 去不同的人 让他们真的整天看神的恩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